刚刚六国级三部级老虎在人民大会堂被点名 原标题 刚刚六国级三部级老虎在人民大会堂被点名 3月9日下午3点 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在现场的正式而注意到 在人民大会堂周永康 薄熙来郭伯雄 令计划苏荣 以及孙正才六名国级老虎 和白恩培人润后 西小明三名不级老虎被点名 周强在最高法报告中回顾了过去 五年的主要工作 谈到严惩贪腐贿赂贪犯罪时 周强表示 坚持打鼓拍影不放松 对腐败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健全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机制 严厉打击和震慑腐败分子 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 制定办理贪污贿赂案件司法解释 审接贪污贿赂等案件 19.5万件 26.3万人 其中 被告人员为省部级以上干部101人 听局级810人 依法审理周永康 薄熙来 郭伯雄 令计划 苏荣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在白恩黑案中 首次依法适用终身监禁 彰显党中央呈腐败的坚强决心 依法惩治刑贿犯罪 判处罪犯1.3万人 依法审理贪污扶贫款 农子补贴等犯罪案件 严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 完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逃逆 死亡案件违法所得 没收程序 依法审理认认后等案件 绝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得到好处 依法审理红通一号杨秀珠等案件 绝不让腐败分子逃脱正义的审判 在谈到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承治司法腐败时 周强表示 过去五年各级法院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干警1011人 对1762名旅直不利的法院领导干部严肃问责 加强警示教育 从西小明等维绩违法案件中 深刻汲取教训 曹建明在报告中称 最高检监持有腐弊板 坚定不宜打鼓 拍赢 猎狐 在谈到突出查办大案要案时 曹建明称 过去五年立案侦查 职务犯罪254,419人 较前五年上升16.4%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553亿余元 其中 涉嫌职务犯罪的县处及国家工作人员15,234人 清局级2405人 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 检查机关对周永 康 孙政才 令计划 苏荣等120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立案侦查 对105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 依法办理衡扬破坏选举案 南冲拉票会选案 辽宁拉票会选案 涉及的职务犯罪 兼职受贿行贿一起查 严肃查办国家工作人员所会受贿 犯罪59593人 围列干部的行贿犯罪 37277人 较前五年分别上升6.7%和87% 严肃查办不作为 乱作为的独职心权犯罪 62,066人 依法查处万吨小麦煤变 地铁问题电缆等事件背后的独职等犯罪 曹建明在最高检报告中也谈到了任润后 他表示 检查机关对任润后等45起职务犯罪嫌疑人逃逆 死亡案件及时启动没收违法所的程序 绝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 绝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唠叨好处 正式而注意到 这是两高连续四年 向任代会做工作报告时 点名落马高管 去年周强在报告中提到 过去一年 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办理贪污贿录刑事案件 司法解释 依法审理令计划 苏荣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在审判白恩培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 首次是用终身监禁 曹建明谈到坚持有腐必反 有贪必诉时表示 过去一年 对令计划 苏荣 白恩培等48名原省不及以上干部提起公诉 此外 曹建明还谈到 过去一年 依法对王民等21名原省不及以上干部立案侦查 2016年 周强作报告时点 到了周永康 蒋介敏的名字 他当时表示 法院系统审结周永康受贿 滥用职权 故意泄露国家案 彰显党和国家从严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沈结蒋介敏等十五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对腐败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之后曹建明做报告时称 中国检察机关在2015年对周永康 蒋介敏 李崇介敏等22名原省不及以上干部提起公诉 他说 新年检察机关将坚持有抚弊板 有探弊宿不动摇 推动行程不敢抚 不能抚 不想抚的有效机制 2015年 在最高检的工作报告中 曹建明对周永康 徐采后 蒋介敏 李东 生、李崇喜、金道明、姚牧根等七名落马官员进行点名 曹建明在报告中称 2014年 检察机关已对人民、对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 依法办理周永康、徐采后、蒋介敏、李东生、李崇喜、金道明、姚牧根等 28名省部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 正是而当时就发现 这次点名 系2005年以来 最高检检察长近十年间 首次对落马高官点名 2005年以前 曾经被点名的落马高官 包括陈克杰、胡长兴、罗云光 对 Winley 最高检察日子, 相当地方面的